老花爷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就问我 都半个月了 没动静在那里的 啥玩意儿 这不就茶花吗 茶花你买的时候这个小小盆 它在大棚里面或者在养护基地的时候 这个小小盆已经长到它的极限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已经到出价的时候了 需要咱们到家以后换个大盆 让它去更加挖晒的去生长 这个花有第一呢没换盆 这个可以 它不会养死 对吧 不换盆死不了 你去买花的时候 很多商家都跟你说别换盆 不换盆的目的就是先不让你养死 很多换手换盆都换死 明白了吗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像植物长得比较哇塞 只要是但凡有良心的商家 出货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 我说的基本上就是该换盆了 基本上 不当然了 有一些个时候 你像我们也会出一些个 刚换完盆给大家的 这个不用你们回家再换了 这种个例 这位换手呢 你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 明白了吗 你别听别人的这那的 还有一个你疏累了 这那那的 茶花 我拍过好多视频 你往前一翻 能翻到很多有用的知识 它需要空气湿度 它需要一定的温度 它需要一定的光照 估计这位花友什么都不具备 所以说呢 就开不开 明白了吗 就太干嘛了 空气太干嘛了 这就不开了 明白了吧 下个周宝说 猪领红 软了 捏得跟泥一样 这那那的 我怀疑它没有长根 它一直在透支母体的营养 明白了吗 臭宝 没有腐烂 你别抠烫它了 别弄它了 轻轻的一拔 拔不动 就算没长根了 可以适当的追肥了 记得用点杀菌药 你别老是捏的 捏的干啥 真的是有的臭宝 我都想不明白 喜欢扒皮 喜欢捏 它外边的橙皮 带的是保湿的 你扒了以后 它还得老 明白了吗 就像他们人脸上 有死皮一样 你老是用那个 去死皮的 你老是洗 老是洗 老是长 老是长 只不然一个道理 别老折腾它了 用点杀菌药喝 撕肥 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下个周宝说 这个 鸡小 鸡月季吧 应该是 这个是怎么了 另一盆好好的 这盆水大 缺光通风剎的赶脚啊 给足光照 你只要养月季 月季 枝子 茉莉 米兰 三角梅 就是这些个 你一听 桂花的些个 它都是需要光照 没有光照就养不好 你要老花一养 也养不了 你要老花你在卧室 给我养个三角梅 你看看养不好 没有光照 我养不好 有话说 你用灯啊 你个老灯 我老灯 先灯了 灯可以用 但是呢 没办法取代光照 明白了吗 如果说能的话 我就给我们大棚里面 安俩太阳了 你看今天就 没太阳 懂了个事 缺光 还有一个水荡 下个周宝说 枝子花怎么回事 买回来小半年了 长得 旁边长得到的猫蜜 总体来说 就缺肥了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很多花友 买制作花的时候呢 喜欢买重生的 这不是他喜欢 因为大多市面上 都是那样 你像我们正常来说 我们一个盆里边 如果插一个苗 他想要长满盆 时间很长 成本很高 但话我们也接受不了 这个价格 你像老花一姐之前 卖一些单根炉克的东西 动不动二三十 是吧 人家才卖十几块 而且比你的还多 对的 人家插的苗子多 长得密 但是呢 你到手之后就养不好了 明白了吗 就相当于 这一个盆里边 我们是一颗 长了好几年 长得那么大 而是他们用好几颗 用了半年的时间 长那么大 对吧 重生的本来就打架 就长不好 所以这花友要盖它 那我能养好吗 可以 你只要有足够多的肥料 有足够多的光照 就可以解决 没有足够多的光照 不施肥 那是时间长了 这几个就相互拧巴 就总有几个会赶的 懂这个事就行 下个座宝说 风信只裂开了 很正常 都会裂开 明白吗 这个不影响 你管它干什么 它能不裂吗 对吧 因为我大舅子 吃的很多 特别多 然后呢 喝的水比较少 它去了个厕所流血了 就裂开了 没事 还会长 不用管 懂这个事就行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笑得不错 今天讲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意思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张一 白了臭包 嗨 嘿嘿 嘿嘿